好,那老師問幾個問題 就是你今天上完課之後啊 你覺得什麼是電? 電就是由一些方式產生出來 就是比如說用摩擦的、用水力、用火力那些的方式產生出來 然後形成一種能源 一種能源? 對 我看你有寫到關於粒子的部分 摩擦的時候讓電子聚集在一起 然後就產生了所謂的電能源 所以你說用摩擦可以 如果不用摩擦,用別的方式 你覺得也可以產生電? 只是方式不一樣,還沒想出來 好,那你覺得什麼是磁場? 磁場 有 我覺得是 兩 就是電磁 電磁 磁鐵所形成的吧 磁鐵所形成的一種 一種 場 就是 區域 一種小小的區域裡面 所以 那 呃 你覺得那個什麼閱讀材料啊 你看的 了不了解 還是說 不了解 還是怎樣 有時候會有點不了解 就 它所謂的磁場 是說用電流 用磁石、磁鐵 那邊 形成的一個 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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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磁 形成的一個 磁場 這樣子 有些地方 就還是比較不懂 有些地方 你可能還是不是很了解 就對了 那你覺得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? 就實際去實驗吧 然後如果還是不懂的話 就請教老師 或 再多實驗幾次 自己找出內涵吧 好 那 你有用鐵粉去檢驗你 有去做實驗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鐵粉 它形成的那個東西 是 大概是什麼 是什麼 你會描述 它形成的應該 就是磁場 然後 它 會變成 奇怪的形狀 那邊就是它的磁力線 對 你覺得那是它的磁力線 對 所以 如果 我可以換別的東西 來代替鐵粉嗎 你覺得呢 也可以吧 你覺得什麼 可以用來代替鐵粉 然後 讓它展現出磁力線 定數針 因為定數針也小小的 對 那整個 假設啊 這些實驗裡面 你可不可以分成五等 你覺得 你可不可以判斷出 這個 這個任務 假設 是 最難是第五等的話 那你可不可以判斷 它可能是屬於 第幾級的任務 對我來說 應該就只有兩級吧 因為還蠻 簡單 就能懂的 所以大概分成兩級 你自己把它分成兩級 對 實力之後 就是 比較容易懂 之後會 老師有講解之後 就會比較容易懂 對 對 那你覺得你可以用方法 來幫助自己完成任務嗎 對 比如說 請同學幫忙啊 或是 呃 有些 比較難操作的 你就請比較會操作的 同學來做 你覺得你有辦法做到這一步嗎 有辦法 我會去問別人 好 我會問老師 那如果你實驗沒有成功的話呢 你會怎麼做 沒有成功的話 就 如果老師沒有說其他方法的話 就是自己再試試看吧 嗯哼哼哼哼 對 那我用一句話來形容你今天做的實驗 這是今天上課的心得 呃 你會怎麼形容 就是收穫啦 收穫 蠻有趣的吧 那會懂很多 我像在 在做 那個 鐵釘 要讓它 分出 東 就是 北邊和南邊的時候 我其實都還搞不清楚 東南西北 嗯哼 到 四年級那個時候 觀察月亮 就發現自卑症的時候 才稍稍多了一點 好 那再來最後一個 就是說 呃 你 你的那個 我們裡面有讓你們用一些方法 譬如說 閱讀 跟 畫圖 你覺得這兩個方法 對於 你 了解 電流 跟 磁場有沒有幫助 多少有一些吧 因為有時候 老師講解的時候 我會 有點不專心 然後就 之後有趕快回 回顧 去聽的時候 就會多少懂了一些 哦 那你覺得畫那個圖啊 畫那個概念的那個圖啊 概念構圖啊 你覺得有幫助你 了解那個 線圈 磁場方向的 有 我覺得那個 地方 如果 能畫出圖的話 就能清楚 知道我現在懂什麼 不懂什麼 然後就 比較容易去 發現 自己動的地方 然後不懂的地方 然後 需要改進的地方 好 謝謝